1月13號就是總統立委的投票日 根據中選會的預估 選舉人數是大約一千九百五十萬 另外在首頭族的部分 大約有一百零二萬八千人 而這個族群近年來也備受關注 尤其是在上一屆的總統大選當中 蔡英文能夠成功連任 關鍵的原因之一 就是激起了年輕選民返鄉投票 我們對比了2016年和2020年的兩屆大選 4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投票率是明顯的提升 尤其在30歲以下的選民漲幅最大 由前兩次的投票率不到六成 提高到了七成以上 這個增幅由一成五到兩成 青年票當然是成了非常關鍵的因素 而這次大選要提醒您 總共可以投三張選票 包含一張是政府總統的選票 一張是區域立委或是原住民立委的選票 另外一張就是政黨票 至於在總統候選人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包含民眾黨的柯文哲 民進黨的賴清德 以及國民黨的侯友宜 三角都競爭激烈 您想好投給誰了嗎 用您神聖的一票決定台灣未來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帶給你最深入的關係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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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